全新OS系統Siri助理圖像處理變得更強 新的AI功能成為今年iPhone 16最大賣點 蘋果7月將開始陸續啟動下一代新機生產 挹注台積電業機再加上AI HPC大膽湧入 Intel三奈米頭片量能放大 台積電第二季營收渴望飛越猜測 商機法術會就預告第二季業機會很旺 預期收落在一百九十六億到兩百零四億美元 年增將近三成 渴望寫下史上最強第二季 不僅如此 因為客戶需求太強盡 台積電國內外擴產計畫加速進行 歐洲廠最快二零二七年投產 護國神山的擴廠腳步逐漸打造半導體 日不落國 逆捷預期台積電三奈米代工價格 調整上看百分之五以上 先進封裝明年年度爆價 已有大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漲幅 為這家的價值說讓競爭對手望塵莫及 只是股價表現週一盤中 在九百二十二元平盤下震盪 法人認為在多頭氣氛下 台股未來還有高點 可以期待 三映星的週日 也沒有完成一層